表妹才大二,就意外怀孕了 让她怀孕的人,是我们当地最大企业 邵氏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子邵聪 在她纠结要不要为了生孩子而放弃学业的时候 忽然传来邵聪乱赛车意外身亡的消息 出于对表妹前途的考虑,我劝她放弃生子 完成学业,不要一时鬼离心窍,偏离正常的人生轨迹 表妹纠结多日,放弃生下一父子 后来她暗时毕业,找工作,水到渠成的嫁人生子 人心不足蛇吞向 不知从哪天起,她开始嫌弃起,她是疼爱她的老公 理由是不能让她随便购买价格高昂的名牌包包 首饰,衣物,也不能任意出国游玩 她消极度日,对待工作也马马虎虎 在被公司裁掉那天,她彻底脱房 你真是害苦了我,我当时应该把那孩子生下来的 孩子为我活着的爸爸又怎么样呢 至少还就有超有钱的爷爷和奶奶 你毁了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可以母瓶子贵,养尊处优的机会 她一边狠心地往我嘴里灌下白草窟 一边恶狠狠地说 虽然及时就医,两周后我仍然因为全身器官溃烂 废功能衰竭而亡 奶奶和姑妈为了保表妹,亲自下跪求我爸妈不要起诉 对外就说,我自己情绪崩溃,自杀了 我爸妈强忍悲痛,答应了 但是他们遭受的打击太大,一年之内陆续生病离世 再次争年,我重生到了得知表妹怀孕的那天 面前的表妹,打扮得光彩照人 像只花蝴蝶一样,她在我面前左三圈,又三圈地转了转 把一只紫色的刺绣手包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她一手轻轻抚着她的小腹,得意的神色字意流露 姐,你猜这个包多少钱 嗓子像被刀片刮过一般去痛,我摇了摇头 我向来对名牌包无感 再贵的包,说到底,不也就是一个装东西的容器吗 表妹杜兰一脸鄙夷,你不会连乡奶奶的logo也不认识吧 看着眼前的表妹,我忽然一阵恍哭,咳嗽两声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明明记得,被迫喝下了白草库之后 虽然及时去医院洗了胃 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呼吸困难,发不了声了 再之后,最意识模糊,在死亡边缘徘徊 没想到,再睁眼,我重生了 杜兰不耐烦地皱皱眉,算了 你一向只知道苦读书,这些东西,说了你也不懂 我还沉浸在重生的喜悦中,调整情绪大化道 很贵吗?你一个学生,怎么有钱买很贵的包? 杜兰不以为意地说,我男朋友送的 他还说,下个月争取再送我一只羊马尸包包 见我不为所动,他神秘细细地把我拉到阳台 一只手又情不自禁地俯杀他的小腹,脸有点红 姐,偷偷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告诉别人 我怀孕了,发现好几天了 上一世,我得知才年大二的表妹渡栏怀孕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无论他怀的是谁的孩子 如果还想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都要顺重考虑要不要留下 女性的怀孕,生子,必然会打断他求学,就业,生活,甚至人生的节奏 如果还没有人帮忙带孩子,那简直就是悲剧 我还没想好怎么劝他,就传来了邵村的死讯 还没出生,就知道自己怀的是一父子,一个生下来就没有爸爸的海 尽管邵家富贵,表妹当时也有点纠结 因为邵家理想中的儿媳妇除了颜值高,受教育程度高 还必须门当户队,能够给邵家带来一定的资源 杜兰的爸爸,也就是我姑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姑妈在餐馆打工,靠着娘家的接纪才把他拉着打 现在杜兰和他妈住的房子,还是我奶奶多年前买的老房子 他读的大学,是个很普通的二本 据说,他对邵村认识,是他兼职去高尔斯球场当球童 邵村对他一见钟情 可以说,除了长得漂亮,杜兰其他软硬件条件都很一般 杜兰自己也心知动明,他的条件,八成不能入少家的眼 他委屈的跟我抱怨过,他跟邵村恋爱也有两年了 但从来没有被正式介绍给他的家人 每次他一提,邵村总敷衍他 我家人大都心思古怪,多半里不会喜欢 何必给自己找碰款 两个月前,他实在熬不住了,打算自己出招 在邵村陪他妈妈去礼服的时候 他在寺庙的大雄宝殿门口,创造了一次假装的偶遇 他抱着一桶荷花,直直撞进邵村的怀里 邵村发现是他,当时脸色都变了 见邵的时候,邵村冷着脸称他为一个朋友 这件事令邵村措手不及 分别后,他整整冷了他两个礼拜 他好话说近,连续俯了他好多天,他才重新跟他开口 杜兰意外怀孕,都没敢告诉邵村 他其实也拿不准,邵村会是什么态度 他更不能确定能不能够通过肚子里的孩子 进邵家的门 谁想到,突然有了邵村意外身亡这档子是 所以,邵家能不能接受他,就更是个未知数 他可以赌,邵家为了留住难得的血脉 珍贵他,宝贝他,他们平子贵,实现经济自由 但也有可能,邵家完全不买他的账 我看出了他的动摇,苦口婆心地劝他放弃 他考虑了几天,还拿了我的建议 这一段未婚先孕的经历,只能算他人生的一段小插曲 我完全没想到,但若干年后他的生活不入了正轨 他因为厌倦生活的日复一日,因为遭受挫折 竟然把对生活的不满,宣泄在我的身上 强行让我喝下大半瓶白草窟 从来是,我决定,绝对不会劝他放弃这孩子 姨父子,他愣愿意生,那就生下来吧 我且看他如何荣华富贵 于是我促暇地说,好事呀,幸运的孩子爸爸是谁,恭喜恭喜 杜兰修胆地笑,姐你真坏 我很传统的,除了绍聪,孩子把鼻还能是谁吗 我皮笑若不笑地感叹,那就更要恭喜了 你的孩子,才是一枚瘦精卵,就已经在起跑线上,超过很多人了 杜兰拧了我的胳膊一下,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那么坏 我还以为你会让我放弃怀孕呢 我故作大惊小怪,怎么会 杜兰锤下头,我才大二,如果生孩子,肯定会影响学业吧 还有,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还没告诉绍聪的 万一他,或者他家,不认的话,我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不管不顾地生下来吗 我心里冷笑,原来你也知道厉害关系啊 我看了一眼时间,距离得知绍聪意外身亡,只有一个小时了 我不嫌不干地说,兵来将党,水来土眼 这事你告诉我吧,我也没办法替你做决定 正好,奶奶叫我们吃饭,我就赶紧过去了 果然,一餐饭没吃完,就传来了绍聪的坏消息 杜兰强行把我拉立餐桌 他哭得离花淡雨,姐,怎么办 我都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就走了,我该怎么办啊 意外怀孕,孩子爸死了,这种情况,我妈也得骂死我吧 上一世,我心疼他的遭遇,挖空心思地安慰他 怕姑妈生气,我还生生地帮他把这事瞒了下来 陪他去做流产手术,给他顿机补身体 就连他的作业,否则帮他检查,简直活活变成他的小妈 后来白草枯事发,旁边没人的时候 姑妈还怪我罪有应得,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吭气 而此刻,我怎么觉得那么好笑呢 我拼命忍住笑意,总之语言,虽然你叫我姐 但我也只比你大两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这事,既然孩子爸爸商量不了了,那就只能找孩子外婆了 杜兰哭得眼泪鼻涕一脸,怎么开这口呀 我妈第一个打死我,她就命到草班抓住我的衣精 姐,要不你帮我说吧,我妈一向喜欢你 我马上劈轻,别,又不是我怀孕 杜兰痛苦地捂住肚子,我再想想,过段时间再跟我妈说 过段时间,我暗暗觉得好笑,怀孕不比别的 藏不住的,再拖下去,直接生出来最好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 没想到听到杜兰怀孕的消息,还是我妈告诉我的 据说是杜兰孕吐,天天犯恶心,被姑妈怀疑了 直接将她拎到医院,确诊 姑妈听说了邵聪去世的事,一开始一份甜音 后面竟然觉得可以借此敲一笔 这事是你吃亏,不能不明不白地过去 姑妈咬牙切齿地说,杜兰其实不愿意 她一直抱着要嫁给邵聪的心思跟邵聪相处 多少有点真感情 况且邵聪在前上,对她向来大方,给她的零花钱 都随便能做几十次手术 上一世,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邵聪人已经不在了 抱着越少人知道越好的原则,杜兰压根就没告诉邵家 她怀孕的事 听说,姑妈拉着杜兰的手腕,走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刘士达,他们家则得给个说法 杜兰不愿意,我还没想好 姑妈用食指戳她脑门,一个傻姑娘 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什么想不好的 邵聪不在了,这孩子留下来,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杜兰累痕累干,为什么 姑妈一父女一点也不上道的表情,邵聪是独子 她不可能有别的孩子了,所以你怀的孩子 可是他们邵家,唯一的继承人 他们邵家,家大业大,金山银山,总不至于 一个后代也不想留下来吧 杜兰还在犹豫,她妈又说,你们这代小姑娘 不是动不动叫让什么欺负流子吗 现在傅已经自动气掉了,就看这个子要不要留下了 我玩耳,没想到姑妈还能起到退波助兰的作用 表妹真要生下一父子 好玩了,这下真的好玩了 姑妈带着表妹,气势汹汹地前往邵氏集团 点名要见邵总,才在门口就被保安拦下了 你有预约吗 姑妈被拦很不爽,知道我是谁吗 还需要预约,保安不让他们进 杜兰毕竟没有跟邵聪结婚 姑妈找不到合适的词,恼羞成怒 我们是谁,说出来吓死你 推推嗓嗓间,女女俩还是被赶出了公司大厦 姑妈一边理衣服,一边骂骂咧咧 真是狗眼看人滴 却有人叫了一声,杜小姐,您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原来是邵家的司机 姑妈连忙跟上去 告状,师父,你快帮我们作证 我们你有要事,要找邵总会谈 刚才那保安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一位全身黑色套装的中年女性从车上下来 一朵白花点滞在胸前,格外眨眼 杜兰认出这是邵聪他妈,马上打招呼 阿姨好,我们之前见过面,在寺庙礼佛那次 少母上下打了俩母女,冷冷地说 请问二位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姑妈索性豁了此去,我女儿怀了你儿子的孩子 就说重要不重要吧 少母表情微微震动,让她们上楼赖谈 坐下第一句,少母就说 最近这两天,自称怀了我们匆匆孩子的女孩 你已经是第六个了 杜兰和姑妈都吃了一惊 杜兰立马叫起来,这不可能 少母表情平静,我也很吃惊 但是匆匆走得太急,现在也没有办法去一一追问了 少母真诚地看着杜兰,姑娘,我真的很没难 因为胎儿是一个完全清静的生命 佛陀将杀胎列入五义重罪 是佛法中最重的罪业,去受无间地狱之煎熬 按说,这孩子准备留下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无论你与匆匆的感情如何 她都已经不在了 生活是自己的,岁月还长,你还年轻 肚子里的孩子,出于你自身前途的考虑 是不是不留下来,对你更好 姑妈一直就急望,我有没有听错 一般这种情况,婆婆不都是哭着喊着 穷儿喜四生下孩子,好得家里留后吗 少母冷冷地,首先,你女儿不是我们少家的儿媳妇 第二,这孩子留不留 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女儿手里 姑妈的话被噎住了 少母起身,好了,就这样,长远来看 孩子如果没有留下,我们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后续有我的秘书来跟你们联系 姑妈对着一张银行卡一份填膺 少家的秘书竟然说,手术费,营养费 加上超度的法师费,一共二十万元,绰绰有余 把我们当叫花子要饭呢 二十万就想打发了 大家都听得瞠目结舌 姑妈说着,又去宁杜兰的胳膊,六个女生都怀孕了 其他五个你都不认识 没听说过 肯定是里面有条件更好的女生也怀孕了 不然少家肯定上感人让你生下来 杜兰既震惊又委屈,她又不傻 怎么会让我知道她有别的女朋友 再说吧,有钱有严的男生谁不喜欢 只不过很多女生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罢了 在姑妈和表妹去少氏集团之前 我就跟爸妈说好了 杜兰的事情,我们家的人都不许掺和 所以,在姑妈的我爸一件事 我爸说,这事情太大了 他拿不了主意,不好贸然给建议 这可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只能父母来拿主意 我爸说 上一世,我劝杜兰打掉孩子 他千般不舍,渲染玉气 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小生命 而且还是我和少氏宝贵的爱情结晶 这一事,我没有劝杜兰打着孩子 他自己却在动摇了 因为少母的反应明显与他的玉气不符 他以为,听说他怀孕了 即便他没有正式加入少家 但是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会得到至高无上的重视 少母会眼泪汪汪地握住他的手 感谢他为了给少家留下后代 真是受了大苦,是少家的大功臣 母瓶子贵 他会即刻拥有一套豪华地段的精装修公寓 用来养胎 每天堆积如山的补品将送到他的面前 还有专门的保母来负责他的一日三餐 但是,这一切美好都没有 有的只是一地鸡毛 据他说,就连去产检剑荡的时候 旁边的孕妇得知他怀的是一副品 并且是没有领证的那种 眼神里混杂着对他的同情和鄙夷 本来女性对生孩子就有本能的害怕与恐惧 更何况对于高满20岁的杜兰来说 还要搭上自己的青春和部分孙严 如果这是一笔生意 似乎并没有那么划算 姑妈内心其实想让杜兰留下这个孩子 他嘴里念叨女人的投胎很宝贵 据说第一个孩子是最聪明的 况且,女人怀孕的事情不好说 万一你的子宫内膜薄 这个不要,以后都很难怀孕了怎么办 最后,下定了决心一般 姑妈用力握拳 反正铁板钉钉 孩子是上家的没跑 生下来只有赚,没有亏的 私生子,姨父子,都能分一杯羹 真的落地了,还怕少家不认 听到姑妈的碎碎念 我心里暗笑 本来自己还想在旁拱拱火 现在看来连拱火都不闭了 杜兰很委屈,大声哭叫起来 你倒是说得轻松 这孩子又不用你生 还有,生下来神养 我万一避不了夜怎么办 姑妈拿指头戳她的脑袋 生孩子本来也没多累 你不就是我生的 你放心生 生下来我养 你继续念你的书 我就不信 真的活生生 粉嘟嘟孩子生下来了 抱到她面前,少家会不认 退一万步 他们真不认 我找律师跟他们打官司 也得让他们认 我被惊到了 如果没有再来一时 我还真不知道 原来姑妈比杜兰本人 留下一父子的决心要大 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杜兰的消息了 再次见到 是在奶奶的生日 杜兰穿了一件宽松的黑色卫衣 不怎么想怀 只是觉得她长胖了 她化着淡妆 脸色有点憔悴 一见到我她就把我拉到一旁抱怨 怀孕好难受啊 咖啡不能喝 奶茶不能喝 显身材的衣服不能穿 还得玩住同学和老师 我都没敢跟我妈说 这个学期的体育课 我之前也没想到会怀孕 就选了伦华 每次上课都心惊半战的 我心里一惊 脱口而出 你可真行 带着肚子还敢去上滑轮课 杜兰爱生叛气 放心吧 伦华课只上半个学期 已经结课了 好几次我滑着伦华 想了娃如果自己掉了就好了 但是前段时间去医院 我各种数据都没问题 都没有理由不要她 我截住她的话 别呀 这些混账话 以后不许再听 无论怎么说 你肚子里的 是一条活生生的小生命 还是你宝贵的爱情结晶呢 把上一试杜兰的话 再甩回给她 心里简直暗爽 过了半天 杜兰才说 什么爱情结晶 简直是爱情屏蔽器 有男生不明情况跟我示好 但是想到 自己现在是个孕妇 心里面都是自卑的 我打趣真有魅力 杜兰娇羞的一笑 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圈忽然一红 我这个孕 怀得可真憋屈 那天我去产检 旁边一个孕妇 跟我的周数差不多 就等待问整个一小货功夫 让她老公买着买那的 把她老公指使的团团转 看得我难受 我顺着她的话说 你确实委屈了 像你这样年轻貌美的女生 别说怀孕了 就算只是谈的恋爱 男朋友应该都哄来哄去的 谁说不是呢 杜兰那周都掉了下来 那天我是有穿高跟鞋 脚后跟磨破了一点点皮 她男朋友紧张的马上又是点服 又是穿可贴的 送到我们寝室楼下来 搞那么夸张干嘛 伺机人吗 我一惊 你肚子大了还住宿舍 不怕被同学发现 杜兰一炯 我哪敢啊 偶尔都去一趟 拿点东西罢了 我追问 同学们都没发现吗 你藏得可真好 杜兰说 倒是有同学问我 为什么忽兰变穿衣风格吗 我给糊弄过去了 我掐只算了算时间 再让她装一个多月 我再通知她的同学和老师不迟 杜兰的预产期在七月底 按照效力 六月底学校所有考试都结束了 她的计划是 参加期末考试 然后到时间去医院生孩子 接着做一月的月子 之后九月份开学 按时回到校园 神不知鬼不觉 就把生孩子这件事给完成 想到上一世我的惨死 我怎么能让她的如意算牌 打个琵琶响响 上一世 我陪她去做流产手术 又照顾她的那两个礼拜 因为各种帮她打养护 跟她的辅导员和同学是有联系 临死前 我记住了这些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 算算差不多快期末考试了 我匿名给她的辅导员和同学 发了一条信息 告诉他们 杜兰怀孕了 而且快生了 果然 再一次听到杜兰的消息时 是在六月中旬 公妈愤愤不平地给我爸打电话 吐槽说现在的人就爱不管闲事 也不知道是兰兰哪个同学 给辅导员发休息 说她肚子大了 偏偏在校园里面晃荡 影响不好 辅导员问了一下预产期 也怕兰兰孤嘟一下声 在考场上了 给其他同学造成心理阴影 死活不让她参加期末考试 我爸问 那现在怎么办 公妈无奈地说 还能怎么办 学校强制让兰兰办了休学 让她一年以后 再重新跟着下一个年级的学生入学 听到这个消息 我高兴地差点直接垂床 上一世 为了照顾流产的表妹 我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竞赛 导致导员差一点分 只能仓促间找工作 这一世 我专注自己 已经成功导员了 我心情无比轻松地 去参加毕业典礼 为了避免刺激杜兰 朋友圈把亲戚全部屏蔽了 杜兰生了的女儿 还在产房门口 姑妈就联系了少母的命数 结果 人家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姑妈咬牙 闹大 还怕他们少家不认吗 杜兰却不想出镜 因为她不想为了生孩子 这是抛头梦面 她怀孕时跟她表白的男生 原来是上一世的表妹夫李杰 李杰家虽然不如少家 那么大富大贵 但对表妹 到少氏起夜 又是一父子这样的话题 直播到第三天 热度起来了 我一边拿勺子挖着西瓜 一边看着镜头里抱着婴儿的姑妈 我们不怕验DNA 孩子 绝对是少家的 有人问孩子妈妈怎么不出镜 姑妈支支吾吾吾 她年纪小 害羞 有人吃笑 孩子都生了 还害生羞 直播热度起来后 少母的秘书回应了 让他们彻底打消 继承少家遗产的念头 少聪爸妈都还在呢 还没到分遗产的时候 姑妈不死心 少聪本人 作为孩子爸爸总有点遗产吧 秘书说 少聪领下并没有什么遗产 他住的别墅名字是他父母的 银行卡每月靠父母打钱 余额不足一千块 姑妈傻眼了 又忽然反应过来 不对呀 少聪不是已经在少氏集团工作了吗 之前每个月的工资总有吧 很抱歉 少聪在集团工作时 领的是一元年薪 而且没有奖金 为什么 他不也算老板之一吗 姑妈尖叫 秘书也很无奈 现在的企业 老板都流行这么理工资 姑妈之前画大饼 让杜兰只管生 他来带 现在 姑妈借故要去饭店上班 完全当甩手掌柜 你不是休学了吗 作为孩子妈 所无旁贷 你不带谁带 杜兰胎胃不正 后腹产生的刀口痛 再加上哺乳招物孩子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一头长发乱糟糟的 睡衣胸口全是屋子 兴许是好久没洗澡了 他身上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也不知道是汗臭还是奶臭 他朝我吐槽 孩子一会儿就醒 又是喝奶 又是患尿不湿 我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我妈一天天见不到人 晚上很晚才会 让她帮忙带孩子 她说她得挣钱 上班累 其实我不想母乳喂养 她身材走行 可是我妈死活不肯买奶粉 她说奶粉几百块钱一罐 每月起码要吃好几罐 她没那么多钱 这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杜兰刚满约的女儿 躺在旁边的婴儿床上 哇哇大哭 她充耳不闻 一双手紧紧握着手机 时不时查看一眼 你在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 我问 杜兰委屈的扁嘴 李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以前给她发信息都是秒回 现在隔好几个小时才回 我心想 冷淡不是挺正常吗 毕竟你都一件事孩子妈了 这一年杜兰就在没认为夜地 在孩子中不过 孩子名字也没取 因为连性什么都没有确定 太开学了 按时间杜兰可以返校了 她试探着问公妈 能不能把孩子留给她帮忙照顾 因为我要上学 公妈你没 我要挣钱 现在妙不是多少钱一天 你心里有数吗 钱全部是我在这 你怎么一天天地 就知道找我来给你擦屁股 杜兰委屈得无以复加 孩子不是你让我生下来的吗 姑妈恼羞成怒 我让你生你就生了 肚子不是你自己的 一点脑子没有 杜兰气节急而崩溃 姑妈倒是觉得 这么不明不白的 给少家带着孙女 简直亏大发了 孩子快一岁了 倒是应该报给少家看一眼 姑妈和表妹顾忌重施 又去少氏集团赌少葱爸妈 这一次杜兰还抱着孩子 没零没份的 保安当然看人下财碟子 立马赶弹走 姑妈一不做 二不休 第二天干脆在大厦门前 拉起了横幅 这次她被请进了 少葱爸爸的办公室 姑妈气得胸都要炸开 控诉道 我是真的搞不懂你们家 有人愿意为你 死去的儿子生下孩子 难道不应该感激涕零吗 没见过你们那么冷窝的人家 再有钱也说不通 几次三番地舔在脸上门 再加上在家带了快一年孩子 杜兰的心气被磨了不少 面对少妇 她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少妇笑笑 你们带了孩子也不容易 我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除了少葱 我还有一个儿子 所以一个孙女 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 姑妈目瞪口呆 嘴里喃喃地 亲孙女也不重要吗 要不要做个DNA检测 确认一下 没必要了吧 少妇做出送课的手势 毕竟只是个女孩而已 使男孩还有必要验一下 你说呢 这一年来 杜兰没日没夜地 不如家带孩子 她觉得日子暗无天日 她现在只盼着回去上学 好回到原本应该 后回来 需要回家自己带孩子 直到第二天去学校 才能脱手 上一世 她做完流产手术上学后 积极地参加各种文体活动 还是他们学院辩论队 和排球队的队长 在同学中很受欢迎 这一世 仅仅是完成学校作业 都让她焦头烂额 更何况 未婚产子 多少还是引得一些人的歧视 上课的时候 杜兰喝水 不小心把钱筋弄湿了 马上有女生嘲笑她 是奶牛肉奶了吗 她一进教室 总有人起哄 不怀好意地说 闻到一大股牛乳味 更不用说 每天都有男生 心思不正的上下打烊她 然后给出一句 多少有点性暗示的评价 杜兰从小到大 也算一个小美女 多半是被人捧着的 哪里受过这种气 这段时间 有一个中年男性 疯子在他们学校的小吃鸡出没 喜欢恶作剧一般的拍女生肩膀 前两天 杜兰就被拍了 她吓了一跳 当场惊叫 去引得众人的嘲笑 都生过孩子了 被拍一下还叫 装什么真结恋女 李杰也在场 杜兰求助的眼神 看向她几次 她都视而不见 毫离现场 杜兰给李杰发微信 撒娇的语气蛮认道 你刚才怎么都不帮我 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除了同学的歧视 孩子隔三差五感冒发烧 姑妈借过上班脱不了身 保姆只好每次都被杜兰打电话 经常课上到一半 她书包一杯 火烧火了的赶去医院二科 长此以往 各科老师对她的意见也很大 本来成绩就一般 加上初勤总被扣分 到了学期结束 她总共挂了五门学科 书念不下去 这次杜兰直接退学了 上次 从少氏集团回来后 姑妈天天在家里长续短叹 觉得杜兰不忠用 她认为 少聪在时 杜兰抓不住她的心 不是她的唯一 少聪不在了 杜兰肚子不争气 又只生了一个女儿 与少家谈判的筹码 分量不足 现在 杜兰退学回家了 还拖着一个身份 没有认定女一夫子 前途肉眼可见的暗淡 姑妈有点走火入魔 她还是坚持认为 无论少父有多少私生子 少聪总归是少母的儿子 少家在冷卧 只要从少母出入手 那必然不是铁板一块 总有能下嘴的地方 更何况 少母还信佛 应该多少有点慈悲之心 于情于理 少母迟早不接受杜兰生的孩子 当务之急 还是要有证明 孩子与少家有血缘关系的证据 想来想去 只有从少母礼佛入手 精心谋划了很久 那天一大早 姑妈 当时痛叫出声 保镖一下子冒出来 瞬间把姑妈制服了 但是姑妈 手里仍然死死捏着那一撮头发 少母一脸惊异 怎么又是你 转眼看到杜兰怀里的婴儿 蓝脸黑线 不要告诉我 孩子你们留下来了 姑妈大意领然地 不然你说呢 少母很生气 上次的银行卡 你们不是收了吗 不讲武德呀 真是 姑妈上前拽住少母的衣袖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隐生孩子了 少母一脸不耐烦地甩开 不知道 她瞟一眼姑妈手里的头发 让保安放开姑妈 少母仔细盯着肚蓝 又看了看婴儿 似乎有所触动 孩子长得是有点像少聪 受到认可 姑妈感动得眼泪夺矿而出 趁机提要求 你是孩子的奶奶 这孩子到现在都没取名字的 你得取一个吧 少母摇头 你帮我得把头发扔了吧 别费那功夫了 费了心死得来的 姑妈怎么肯 少母说 罢了 只走有一天包子住火 今天不妨告诉你们 少聪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这下轮到姑妈傻眼了 原来 少母当年同少父 一起创立现在的少氏集团 也算夫妻联手白收起家 公司确实一步步壮大 少母却总是怀不上孕 后面去医院检查 确实是她的原因 不能生孩子 当年 为了婚姻的稳定 和公司的稳定 少母同意收养孩子 没想到 少父去暗度陈仓 收养的孩子 是她在外面包养女人怀上的 除了少聪 还有一个私生子 在女人偷偷养着 少母发现这件事情后 就把私生子和女人 都打发去国外了 聪聪虽然不是我生的 但是是我养大的 不少还是有无子情的 少母说着 眼泪泛起了一滴眼泪 杜兰看呆了 这还是自少聪离世以来 第一次看见少母流眼泪 很快 那滴眼泪就中发掉了 那么多年 我早就想开了 大不了这事就公正于众 所以 你们别想着拿这件事威胁我 公妈不服气 那这孩子 我女儿就白生了吗 少母冷冷地 是你们自己蠢 非要生下这个意思子 本来你女儿可以脱身的 当时也给了你们补偿的费用 别不知足 少聪不是少母亲生儿子这件事 对杜兰的震动 比少聪本人死了还要大 谁都没有料到 泪流满面的杜兰 会猛地扑过去掐少母 你当时为什么不说清楚 你害死我了 保安瞬间没了过来 少母气得眼珠子也红了 不是我害死你了 而是你和你妈的贪心害死你了 杜兰像得了失心疯 把手里的婴儿 直接往地上一灌 虽然救护车很快就赶到 杜兰的孩子 还是抢救无效失望了 这可怜的小生命 即使重来一世 也没能改变她惨烈 而又短暂的命运 姑妈疯了 羽儿亲手在她面前 摔死外孙女 自己太大 她成天精神恍惚 进了精神病院 据说从早到晚就牢到一句话 一父子不能要 而杜兰因故意伤害罪入狱 鉴于性质恶劣 法官判得很重 无期徒刑 我去监狱探望她 她握着话筒感叹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你劝我别生下一父子 我就没有生下 之后我上学 找工作 结婚生子 普普通通的人生 普普通通的幸福 我怎么就糊里糊涂 全部都错过了呢 我玩耳一笑 所以说平静而美好的生活 与你而言 可能真的是一个梦 表妹盯着我看了几秒 忽然用手使劲锤打 隔着我和她的玻璃 绝望的大喊 不对 好像不是梦 应该真的发生过 听到想动 郁锦马上过来处理了 走出女子监狱的大门 阳光格外刺眼 我不禁闭起了眼睛 表妹可能想起来了 上一世 我干预了她偏好的人生 她却恩将仇报 这一世 她的结局 是她应得的报应 而我 将好好享受余生